亚洲协会尊处美国放弃在东南亚追求主导地位 否则就是大溃败 对此我们怎么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在中美竞争的战略格局之中 如何争取东盟或者说是东南亚的影响力 对两国都是重中之重 从表面上看 美国似乎在东南亚的外交战略还是老一套 也就是利用离岸制衡的办法 鼓动菲律宾挑战中国的权威 但是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加入了RCEP 双方的经济已经走向全面融合 再加上南海行为准则的推进 美国似乎看到了绝望的信号 近日美国的亚洲协会报告称 美国应该承认自己是众多地区参与者之一 并减少东南亚人所认为的虚伪的 基于规则的次序的言论 并且建议美国赶紧考虑加入RCEP CPTPP贸易联盟 还要向东南亚各国说清楚 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没听错 连美国人都没搞清楚印太经济框架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前景 因为你靠输出一些规则和标准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说到美国在亚洲协会就不能不提洛克菲勒家族 这几乎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亚洲政策研究机构 我们可以把这份报告看成是重磅的警示 该协会还遵促 如果美国希望对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就应该放弃美国至上的理念 因为东盟已经出现了真正的多极化 而中国实际上可能会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力量 这个报告的结论是 美国只是众多拥有地区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 亚洲协会为什么要求美国赶紧调整东南亚外交政策呢 首先美国以价值观所主导的外交策略 在东南亚找不到真正的盟友 东南亚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 几乎让美国找不到在意识形态上的同盟 包括新加坡菲律宾这样的盟友 都与美国的政治体制大为不同 还有越南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包括泰国 缅甸 坚弗戴等国 在政治制度上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 而像印尼 马来西亚又是伊斯兰国家 也不会成为美国真正的跟班 其次美国以军事战略为主的安全保障 在东南亚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美国之所以在过去被抬得很高 就是号称能够向很多国家输出安全保障 但是在东南亚这一套并不灵光 原因有两点 第一 中国军队不是整个东南亚的威胁 美国几乎找不到可以发挥其军事实力的地方 第二 就算美军想在东南亚通过对抗解放军 来展示自己的强大 现在也已经做不到了 这恐怕是其最尴尬的地方 你也可以理解为 因为解放军在南海区域的整体实力超过美军 美国人在谈什么安全保障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他们连自身都难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美国缺少适应东南亚的经济战略 对包括菲律宾 越南在内的所有东南亚国家而言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 而不是搞区域对抗 因此中国力推RCEP并积极加入CPTPP 而且还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 正在加速与东盟的经济融合 包括在铁路网 产业链分工等方面的合作 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貌有额 已经超过了欧盟和美国 这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而言 中国的东南亚战略远比美国要成功 主要原因是我们真正能为区域国家 带来发展以和平 而美国往往只是打嘴炮 并且挑动区域紧张和对抗 根本就不符合东盟人民的利益 所以中美之间在东盟的较量 正在以中国的完胜而走向未来 联合